先針對住宅切到點位做分享 那這個資料怎麼來的 實際上第一個你們可以先到Google裡面去找一下 這個位置基本上我是從Google裡面搜尋台北市空一格開放資料 如果你不打台北市開放應該也會列出來 第一個會列出高雄 你們可以修改一下 第二個是政府的開放資料 內政部的全國的台北這邊也有 或者可以寄到網址data.taipe 政府開放資料目前的總件數你們可以從這邊 資料集就是它開放的資料 裡面你可以看到洋洋沙一大堆這麼多 其中的話呢 全部的印象中它這個裡面好像 之前有個數據好像五萬多種吧 你們可以看一下各個哪一個單位地方 這個中央等等的都有一堆 其中的話呢我們取台北市的 所以你們待會找一下台北市的開放資料 那你可以在這個關鍵字裡面打輸入叫做住宅切到 住宅切到 就會出現那個我們要的資料 OK 這個就有了 它是從104年的1月到102年的2月 它只要有失竊按鍵 它就幫我們把它存起來 那存檔的類型 就是所謂的CSV 這個CSV的話呢 它會直接用Excel開啟 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就直接點這個 然後我們再去按下所謂的下載 那你會發現呢 點擊下載之後 這邊有一個下載 它就會在這邊出現 然後呢 因為是CSV的格式 它就會直接幫我們用Excel把它開起來 OK 所以等一下請各位就是自己下載這個吧 然後會出現台北市的那個 住宅切到點位資訊 點CSV的檔案 然後就直接把它開起來 點旁邊一下開啟 這個時候的話呢 這個資料 就會被開啟到這個Excel了 那只是說呢 如果我今天需要得到幾個訊息 第一個 這個發聲 我先把這個拉寬一下 這個寬度不夠 我把它點兩下 這個是拉寬 或者你 習慣上是這樣 就是如果你要把這個欄寬拉寬 一般是把A B C D E 這五個欄位選起來 在這個五個欄位的中間 任何一條線 選中間這邊點兩下 它就會自動調成欄寬 OK 所以第一步把它自動調成欄寬 第二步的話呢 因為我要分析的是哪一區 有沒有 可是問題喔 這個區的這個訊息 它是剛好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地點裡面的這個位置 可是如果說你將來呢 要做樞紐分析的話 假如說你沒有把它獨立出來的話 你沒辦法分析 也就是說你要做樞紐分析之前喔 你要先把哪一區的這個資訊 把它獨立出一欄 那怎麼獨立出一欄 首先的話請你點選這個一欄的地方 上面這個 點一下 然後按右鍵 把它插入 插入意思說我要多一欄 那這一欄的名稱叫做區好了 因為如果沒有區這個欄位的話 你是沒有辦法做那個 剛剛講的那個分區的分析喔 所以第一個我們先一個區 好這個第一個喔 第二個的話呢 我還希望分析說哪一條路上面 或者哪一條街 這邊是街有沒有 的那個切欄鍵最多 那一樣的道理 如果我今天沒有一個欄位 叫做哪一條街 或者哪一條路的話 像這個什麼 新隆路 新隆路嘛 這個是中層路嘛 有沒有 這是大里街 那如果沒有這個訊息的話 我也沒辦法做分析啦 所以再來一樣喔 在F欄上 點一下 按右鍵 一樣再插入這個 一個欄位 然後呢這個給它一個欄的名稱 叫什麼 叫路好了 哪一條路 或者哪一條街 OK喔 反正這個名稱可以自己取 路街 那後來我發現喔 這個除了路跟街之外 還有 什麼 還有叫道的 入街道 為什麼道呢 因為台北還有所謂的市民大道 有沒有 還有一個叫什麼 凱達格蘭大道 不過凱達格蘭大道 通常比較不容易失窃 為什麼 因為凱達格蘭大道上面 只有 一棟建築物嘛 這是什麼啦 這是總統府嘛 總統府應該沒有住宅窃到的問題 OK好 好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增加了兩個欄位 然後我們第一個問題喔 是需要什麼 請你把什麼 把這邊的區域的資訊有沒有 把它複製到這邊來 然後整個全部完成 但是不是叫你塗髮煉鋼喔 OK 第二的話呢 請你把萬寧街 忠孝東路 新生北路 有沒有 新農路 等等的這相關訊息 放在這裡 一直往下 OK 那也是不是要塗髮煉鋼喔 所以如果假如說你今天 指揮塗髮煉鋼的喔 說真的 這邊好像幾千個資料 甚至幾萬個資料 你做到什麼時候才能完成 現在上班的時候也是一樣 學生如果我一直強調說 現在需要人才就是說 那一切好像很熟啦 不然的話老闆到下班以前 都看不到報表 他一定覺得你這個 不是很OK的 那如果他馬上給你 馬上你資料給他 哇塞 他覺得這個員工太棒了 OK 一個抵十個用了 對不對 太好了 為什麼 因為老闆其實很多時候是要決策 那你要什麼決策 你要給我對的答案嘛 對不對 哪一個最多嘛 我要知道一下啊對不對 不然比如說我要上台報告 我要Present的時候 我要去簡報的時候 我怎麼 不可能亂講吧 我要有根有去嘛 那有根有去 必須從大數據裡面 撈出我們要的答案嘛 那怎麼撈 其實關鍵點就在這裡 那這個地方呢 方法很多 如果你用Python的話 一定要寫程式 但是Excel的話 可以透過Excel裡面的函數 解解問題 那函數在哪裡 就在這裡 插入函數 有沒有 那首先的話 第一個問題比較簡單 第一個問題 只需要用到一個函數叫MID MID 第二個的話呢 就比較複雜了 為什麼 第二個 它必須要找 因為它位置不一樣 有沒有 所以我們要分析說 那個哪一條街 哪一條路 它的前面的那個 最後那個尾巴 如果它抓的那個 前面的字的 有沒有什麼規則 可以循的 比如說萬寧街有沒有 前面這個字叫什麼 叫理有沒有 中校東部前面 這個也是理 所以我只要找到理的下一個字 比較好 還有沒有 不過這邊不一樣 這是區有沒有 有可能是理 有可能是區 有可能是理 這邊的話 這個是零 所以你會發現 它的可能性有三種 一個是前面是零 可能是理 也可能是區 所以我們有 對 所以呢 它的規則 第一個是有三個可能 一個區 一個理 一個零 第二個是它有順序的 所以應該是先找什麼 它應該是最靠近 那條路應該是先找零 然後再找什麼 再找理 再找區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滿足這個公式的話 那我必須要怎麼用哪些函數 做出一個公式 就可以得到我要的結果 OK 所以這個這一串講完的 你就要把那個對應的公式寫出來 那你這件事情才有辦法做出來 如果你做不出來 那你抱歉 你只能突發亮鋼了 所以很多時候工作裡面 會這些我覺得還滿重要的 因為你就可以比別人早下班 事情做完了 老闆說 你做 不會的話 你慢慢弄 弄到下班弄不出來 對不對 但如果你會的人 做這三分鐘就搞定了 報表馬上就做好了 所以很多時候 我教過一些業界的學生 我問他 他說他進步很多 他都會了 說你現在就是上班了 對 那你在幹嘛 裝忙 對 因為他事情都做完了 對不對 從問到老闆先知道 所以他們很聰明說 事情先hold住 等到快下班的時候 再給老闆就好了 這也是一個方式 只是說 當然是因為他的效率變好了 所以他變成說 他的工作的效率也是好的 所以他的工作壓力就減緩 然後變成上班很愜意 因為多出很多的時間 還可以跟同事打批聊天 下午茶 吃早餐幹嘛 因為事情早上做完了 對不對 不過這樣也不是正向的 所以有些學生會說 老師那我是不是應該跳槽了 找其他 對 你可以再往更好的工作去發展 對 這也是正向的 而不是說你一直在複向 一直在用你的突發煉鋼的工作 然後永遠事情做不完 感覺好像這個很黑暗的感覺 OK 所以怎麼做 請各位第一個 先試著 我剛剛那個 因為我們一下不要講太多 我就是 第一個先請你Google一下 台北市的開放資料 或者這個 台北市這樣大平台 進到這裡面的話 你在這邊輸入什麼 住宅切到 然後找到我們要的資料 你把它點進來之後 這邊有個下載 下載完之後把它打開 再插入兩個欄位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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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